这一家呢 首先给大家介绍阿瓦阿尔托战后的建筑活动 如果说路易刊的建筑是规整式布局的教科书的话 那么阿尔托的建筑则堪称是对比变化式布局的教科书 它的设计变化主要有两种大的类型 一种是具有它个人特色的组重分离设计模式 另一种是突变模式都非常生动有趣 1945年阿尔托被聘为马森理工学院教授 他为学院设计了一栋学生宿舍名为贝克楼 他建在河边银河的一侧被处理成波浪式延伸的曲面 以便是尽可能多的宿舍房间都能看到河流景观 而背向河边的一侧则布置楼梯间等辅助用房 其墙线被做成粗管的折线 两种不同造型形成鲜明的对比 同样的手法也出现在1950年代后期到1960年代 先后设计建造的芬兰赛奈约基图书馆 罗瓦涅米图书馆和美国俄勒干州天使山修道院图书馆上 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拥有一个 在规则的辅助空间基准上的千变万化的公共阅览空间 这是赛奈约基图书馆外观 1959年 阿尔托在德国埃森剧院设计竞赛中获选 但这个项目直到他去世多年后的1980年代才最终建成 建成后被命名为阿尔托剧院 在这个设计中 几何僵硬的办公区 与音乐班婉转的观众席和休息厅的对比 对称的舞台与非对称的座席的对比 以及室内深蓝色天花墙面座椅与白云班漂浮的楼座的对比 无不令人感受到阿尔托家喻复杂空间和形式的高超技巧 这是他1949到1952年设计建造的芬兰·桑纳特塞罗市政厅 是采用突变模式的有趣作品 它有一栋优质型行政办公楼与另一栋图书馆为何城庭院布局 其西南角路口台阶被处理成曲折的形状 与几何规整的整体平面布局格格不入 仿佛是在挣扎反抗 其力气之大 甚至将临近的墙面和屋顶也给扯歪了 在这里 他似乎是在以一种幽默的方式来抒发对现代建筑方格子 一统天下的无奈和不满 在阿尔托身上 理性与浪漫总是同时并存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使建筑更富人其位就意味着更好的建筑 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比单纯技术产品更为广泛的功能主义 能为人类提供最和谐的生活方式 这是1957年 阿尔托在芬兰罗尔涅米市设计建造的一组公寓 其平面布局很有意思 在连续相同的三个单元之后 仿佛受到来历不明的外力作用 建筑的平面和立面突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屋顶被扭曲 单元被分解 这样突如其来的改变 在心理上破除了人们面对国际风格严谨造型而产生的拘谨感 丰富了人们对建筑的感受 这是位于奥塔尼米市的赫尔兴基科技大学主楼 设计建造于1961到1964年 它也是非常能够体现阿尔托设计风格的建筑 它在两处转折部位使用的特殊造型引人瞩目 特别是下面那个地方小演讲厅 好像是加塞插队的不术之客 打乱了正常秩序 并将其上方两间办公室给挤出的队列 这组建筑如今已被列为芬兰国家文化遗产 而这所大学于2010年与另外两所大学合并 新学校被命名为阿尔托大学 这张照片在阿尔托设计的高大的礼堂后面 是2018年建成的阿尔托大学艺术设计和建筑学院 这是1959到1963年建造的德国沃尔夫斯堡文化中心 在将各种空间分门别类各就各位后 它用一组逐渐扩大的扇形讲堂 一下子就是庞朗大物班的整个建筑摆脱拥动 而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1967到1971年 阿尔托在芬兰首都赫尔兴基设计建造了一座 即音乐厅和会议厅于一身的大型标志性建筑芬兰宫 两座音乐厅的平面都呈不规则的多边形 好像是随意的坐落其中 最特别的是位于南部会议厅的一段历面 在外墙整体的直线氛围中 骤蓝炉波浪起伏 妙不可言 阿尔托的现代建筑与前面介绍过的 同样是芬兰出生的小沙里林一样 都是极具个人表现特征的 如果要说有什么不足的话 那就是太注重单体的构成变化 而忽视作为整体的城市构成逻辑 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反城市的 这是那个时代的建筑师共有的局限性 这位是詹姆斯·斯特林 是英国二战之后涌现出来的优秀建筑家 他的早期代表作是1959到1963年 与格温合作设计建造 英国莱斯特大学工程馆 这是一座具有拼贴风格的建筑 办公楼的玻璃幕墙 可以看成是对密室的质疑 两座突出的阶梯教室 令人联想到 梅尔尼科夫的功能俱乐部 实验室的横向长窗 遵循勒科普希的建筑武要点 高耸的楼梯塔 则取材质路易康的 理查兹实验室通风塔 这些部分相互之间性格差异很大 好像各不相干 但被斯特林利用各个方向的倒斜角 以及具有英国乡土风情的 红装玻璃搭配组织在一起 仿佛正在进行一场 现代建筑的对话会 这样一种类似拼贴画式的设计语言 在斯特林手中运用得十分显熟 对他不久之后转向后现代主义 无疑是有关系的 这位是尼曼耶 是南美洲最杰出的现代建筑家 1934年从美术学院毕业后 他来到当时在巴西很有名气的 科斯塔事务所工作 1936年 尼曼耶参加了由科斯塔主持的 巴西教育和卫生部大楼设计工作 乐科布希耶应邀担任设计顾问 并亲临巴西指导 这座办公大楼从头到脚 都具有鲜明的乐科布希耶性格 而且建造在马赛联合公寓之前 堪称是第一座光辉城市风格的高层建筑 1939年 尼曼耶又与科斯塔合作设计了 带有乐科布希耶印记的 纽约世界博览会巴西馆 将巴西现代建筑的高水准 展现在世界面前 也让世界认识了尼曼耶 1947年 尼曼耶作为巴西代表 参加了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的设计团队 他所提出的设计方案 被团队里那些不喜欢乐科布希耶的成员 用着与之分厅抗理的工具 从某种程度上说 这也是对尼曼耶能力的最大肯定 1950年 尼曼耶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建筑艺术必须表达某一时代中 占统治地位的技术和社会力量 这种思想 最充分的体现在巴西新首都的建设上 巴西呢 是世界上领土面积排名第五的大国 但是由于历史原因 巴西人口主要集中在大西洋的沿海地带 为了开发广袤的内陆地区 早在1891年 第一届巴西共和国政府成立的时候呢 就有意要迁都内地 1956年 库比奇克当选总统 他正式启动了迁都进程 选定在巴西中部的一片花园上 建设名为巴西利亚的新首都 尼曼耶被任命为总统顾问 主持工程建设 在当年举行的设计竞赛中 科斯塔提出的规划方案获得优胜 这个方案将整座城市设计成一架 昂首起飞的飞机形象 寓意新巴西蓬勃发展的崭新未来 各个工能区的规划布局 完全遵照勒科布希耶光辉城市事项 处于东方基头的是行政区 一条250米宽的东西向纪念大道 将它与商业区 以及各种公共服务区贯穿起来 构成机身 这条主轴线在穿越构成机尾的文体区 和森林公园后 终止于火车站 全长约8公里 在机身中部 一条13公里长的 弓形南北向横轴 构成机翼 其两侧为住宅区 作为项目的总负责人 尼曼耶亲自设计 位于基头的政府各部大楼 大教堂 以及三权广场上的国会大厦 最高法院和国家行政院 这是国会大厦 由两部分组成 前部是参众两院会议厅 返校参帝加尔议会宫的平面形式 将两座会议厅 放置在整齐排列的柱网之中 其中众议院行录大网 予以管纳名义 而参议院则大网导扣 予以决策国家大使 会议厅的后部 是28层100米高的 议员办公大楼 行录人质首写字母H 这是最高法院 位于三权广场南侧 白侧三人形立柱 从两侧将白色天花和白色地板 托举在空中 在蓝色玻璃幕墙和蓝天衬托下 仿佛高原上漂浮的白云棒 洁净轻盈 这是国家行政院 位于三权广场北侧 具有相似的造型 体量比最高法院更大 柱然位于前后方 这是大教堂 16根弯曲向上的缩形柱 围成耶稣受难时 头戴的荆棘王冠 能从黑暗的地下路口 进入教堂后 忽然就置身于 充满了神圣光明的空间之中 尼曼爷设计的这些建筑 连同巴西利亚整座新城 都在1960年落成 1987年 他们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遗产名录上 最年轻的成员 但是对他们的争议一直存在 一方面 巴西利亚新城所象征的 人类奋发进取的精神 超越了建筑本身 必将永远流传 而另一方面 这座新城 放了与川地加尔同样的错误 每一个街区都巨大无比 没有汽车就寸步难行 所有建筑 都像乐科布歇光辉城市 所描绘的那样 截然固立于绿地之中 全然缺乏城市 所必不可少的 广场、街道、巷子、酒馆 除了三权广场和大教堂等 及个别建筑外 所有的办公楼和住宅楼 都是一个模子浇灌出来 只有城市整体轮廓的造型特征 而没有个体的差异 只有建筑师的宏大愿景 却没有民众参与的余地 尼曼耶的精神导师乐科布歇说 这样的方案 就是你们的圣主明君 可以说 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 所有错误 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然而在当时 只有极少数人意识到这一点 大多数建筑师 只会感动而崇拜于 规模的宏大和气势的磅礴 1964年 巴西发生军事政变 身为巴西共产党员的尼曼耶 被迫流亡法国 直到1985年才得以返回 他始终坚持建筑创作 直到105岁去世 好 这一讲就讲到这里 下一讲呢 给大家介绍 几位日本现代建筑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